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CFS的线上学习课程 那在这个环节中,我将为大家介绍卫生标准操作程序SSOP的制定 我们本次学习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理解制定有效的SSOP的目的和价值 第二,学习制定成功的SSOP的必要步骤 那就是遵循清洁消毒的七步法 那什么是SSOP呢? SSOP是卫生,sanitation,标准,standard,操作,operation,程序,procedure的手写字母缩写 那SSOP必须要为有效清洁食品加工设备和工厂设施提供准确的、清晰的和详细的指导方向 另外,SSOP要使用系统的清洁方法,比如清洁消毒的七步法 那最后,SSOP必须对其有效性进行确认、验证和记录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SSOP的类型 每个工厂可以根据自己的清洁作业内容制定不同类型的SSOP 一般来说,我们可将SSOP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就是常规清洁的SSOP 第二种是含有过敏源产品的转换清洁的SSOP 第三种就是总体清洁消毒计划任务的SSOP 比如周期性工厂设施清洁SSOP和周期性设备清洁SSOP 在书写SSOP时,为了保证SSOP的有效性 有几点关键因素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里,我们为大家列举了五个关键因子 首先,我们要明确我们的清洁目标是什么 我们是要去除物理的污染物 化学的污染物,还是生物的污染物 亦或是所有污染物同时存在呢 明确的清洁目标可以使得我们的清洁工作 和SSOP的书写工作更加的有地方使 那第二就是做功课 这要求我们要收集重要的信息 通常来说,我们需要去到现场观察清洁作业 以便了解实际的情况 我们也需要跟清洁员 生产人员和维修人员等进行沟通和讨论 使我们获得准确的信息和最佳的清洁方法 第三,我们所书写的SSOP必须要满足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要求 比如在使用特定清洁剂之后 是否要进行冲洗时 你就需要参考当地的法律法规的要求 第四,书写技巧 我们在编写SSOP时要确保语句简单,通俗于懂 我们要思考我们的受众是谁 他们是否能理解这样的语句 且要提供给他们足够的细节 以便于他们现场的执行 另外,有时候使用图片也是一种很好的展示方法 那最后,我们在编写SSOP时可以参照一些较好的模板 确保没有遗漏的信息和更好的展示效果 通常情况下,一个好的SSOP的模板可以提高其可读性 工厂在制定不同清洁区域不同设备的SSOP时 可以使用自己工厂内指定的模板 也可以使用行业内交好的模板 这样可以规范SSOP的书写 比如使用有序的清洁方法,以及引用图片等 这也有助于减少关键信息的遗漏 比如安全防护的信息,化学品的浓度,类型等的数据 不同颜色的工具的使用等信息 并且模板可以使得SSOP便于培训和学习 在我们CFS的官网上 我们也上传了有关干式清洁和湿式清洁的模板 可供大家下载、实用 也欢迎大家访问屏幕上的链接进行参考 在本次课程的最后,我们再次强调一下 制定成功的SSOP的必要步骤就是遵循清洁消毒的七步法 并将七步法通过SSOP的信息清晰地展示给我们工厂的相关人员 最后,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反馈和问题 可以通过屏幕上方的邮箱地址跟我们取得联系 也希望大家在学习的同时 可以将所学到的知识分享给身边的同事 并落实到我们实际的清洁消毒工作中 期待大家学有所获 再见 感谢大家